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作为雪晴和天朗的后母 这是我的责任 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嫁到段家的宿命吧 你 你也 对 我也离过婚 我想你知道 到现在雪晴和天朗也没有接受我 我也只能无条件地以段家人为主 这些年 我是是要为人家考虑 处处要为人家着想 就这样 有的人还会认为我嫁到段家 那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 时间一长 连我自己都默认了 我对你所做的一切 不管你是恨我也好 怨我也罢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段家 你也必须这么做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你 我不需要你安慰我 我们还是来说说天朗吧 如果你继续跟他在一起 那他将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 他的亲情 他的理想 他的报复 你知道吗 他商业上的才能 是他爸爸最引以为傲的 你就不能为他考虑考虑吗 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呢 可是你喜欢他 对不起 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刚才我对你说的那些话 是以一个过来人身份来劝你 如果你真的不听 那我真的是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话 不过真的不太像您 您可以直接对付我 怎么会告诉我 您自己的故事呢 因为有人告诉我 你是欣欣的朋友 欣欣 奶奶的孙女 可是我 是天朗吗 是 你接吧 喂 我现在有事不方便 以后再说吧 清玲 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做出一个满意的答复给我 我先走了 诶 端端 有件事情我想冒昧地问您 你要问什么 您身上的香水 是在哪儿买的 什么牌子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知道这个香水 只是 它好像在市面上买不到 你在哪儿买过吗 你在哪儿买过吗 我 在我一个朋友那儿 买到过 大概是在欣欣那里 闻到的 唉 你还没回答我呢 她在段佳生活压力 一定很大 奶奶 我回来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就出门了 是不是又去见天狼了 奶奶 你怎么突然就不喜欢天狼了 我不是不喜欢天狼 奶奶不希望你嫁到那个豪门 我希望我的清灵啊 过着平凡的日子 奶奶 您不是说了吗 我也许 本来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可是天才跳墙师 哼 越是不平凡呢 背后的泪水就越多 奶奶 这世界上是不是不止一瓶永恒香水啊 你说什么 我今天闻到了一股永恒的味道 在哪儿在哪儿闻到的 如果告诉奶奶我见过了天狼的后妈 她一定会担心 不行不能说 我就是在大街上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你该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去 但倒是松楠 长月 这是你给我的暗示吗 回来了 回来了 来 谢谢 她能怎么样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她说要考虑一下 我们再给她几天时间 如果她们还要坚持见面的话 我就撤了天狼的职务 让她无骨全不知心 吃点苦头 就值得厉害关系了 你为了一个外人 至于这样对天狼吗 我正是为了天狼 才不得不这样做 我觉得清凌这个女孩子挺聪明的 我想她会做正确的选择吧 我们去找清凌了 不可以吗 你们凭什么 是我喜欢的 是我在追求她 把这么对待她已经很客气了 这是我根据清凌的意见 修改的计划书 从此以后 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什么态度 我就这个态度 你要看不顺眼 我马上搬出去 天狼 孙南 让她去 你真是的 天狼 天狼 你这是干什么呀 有话好好说吗 你说我爸的有样子 我还能跟他好好说话吗 他有高血压的 那我更不应该 跟他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舍得她以后 看见我生气 不要血压 你就不能理解她一下吗 孙南阿姨 您什么都别说了 我不想听 我知道 找清凌一定是爸的意思 您也是听命行事 但并不代表我不怪你 天狼 你听南阿姨说两句 你和清凌的事情 全家都持反对意见 就算是你们俩结婚 清凌到了我们家 她将来的日子也不好过 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我想你不会愿意 让她过这种生活吧 你说得对 正好 我搬出去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天狼 天狼 这给我点 刚吃晚饭的时候 没看到天狼 他还没回来 痴情的少年 为了爱情 离家出走了 什么 天狼离家出走了 闹这么大 清凌不会已经决定 要跟段天狼在一起了吧 算了 就让他在外面待几天 等他混不下去了 我再把他找回来 为什么要找他回来 废话 他是我弟弟 你确定他还要把你当姐姐吗 都怪华清凌 好好的一个弟弟 都快变成仇人了 傻瓜 这正是你的机会 什么意思 天狼如果一直跟爸闹枪 那爸唯一能够倚仗信任的人 就只剩你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老公你太聪明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首先 你不能够主动去找天狼回来 他离开的时间越长 对你就越有力 其次嘛 你就该积极地表现自我了 爸 你怎么挺着个肚子就过来了 爸 丁海呢 在那个商场看着呢 我来找你有点事 您一说有事我就紧张 爸 您别逗我了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跟您商量 是关于天狼的 这小子 爸 您知道昨天晚上天狼住哪儿了吗 我问过他住我酒店了 今天也来上班了 爸 您也知道天狼最近把集团的利益 放在个人感情之下 近期也没有为集团拓展新的项目 不少董事都有反对的声音了 等下次董事会上 天狼如果再得不到大家的谅解 那就把他给撤下来 爸 您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无意间看到丁海做的一个项目书 我觉得特别可行 我觉得可以先做这个项目 综合性度假村 去年我们买下的香草坡 那块地呢就可以用来 建造海州最大的综合性度假村 哦 对了爸 您看这里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绿色的地方 包括庆林所在的花圃 这个计划肯定会引起天狼的反对的 爸 我请陈律师去管理部门仔细查过了 他们的花圃租赁期早就过了 并没有续租 算是自动放弃这块地了 再说庆林早就把花圃的租赁合同 抵押给了我们正太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 他下这块地啊 那你说说天狼那儿怎么办嘛 哦 我们只要先把天狼支开就行了 没有天狼捣乱 这个项目肯定能顺利执行 到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分开了 那肯定用不了多久 天狼就把这个女人给忘了 好 这个计划就交给你和丁海来执行 一定要走法律程序 嗯 谢谢爸 天狼 你不务正业 太让我失望了 还是先安排你去国外治病吧 哼 庆林 只要你不续租 这可不能怪我了 啊 段天狼的继母 怎么会有永恒香水呢 而且她还知道心心 奶奶也因为我的事找过她 难不成这俩人以前就认识 喂 我在忙呢 有事吗 我在你家门口 出来 你要是不敢出来的话 那我就只能给奶奶打电话了 喂 我 你怎么来了 嫁给我 什么表情 不是 你说什么了 我说让你嫁给我 你这没头没脑的 求什么婚啊 你这是 你这是要去哪儿 已经出来了 你能不能一次性地跟我说清楚啊 不会是跟嘉玲吵架了吧 然后你就离家出走了 真是的 你要离家出走 也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 那你呢 跟苏南阿姨见面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又不是第一次了 都习惯了 倒是你 你是第一次离家出走吧 清理 对不起了 都是因为我 才让你受委屈的 我现在开始理解 奶奶为什么会反对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我可没答应跟你在一起啊 少嘴硬 你要是不想的话 为什么没有答应南阿姨 离开湾 清理 你的心思 我知道 以后让我们两个人 一起面对好不好 如果你们在一起 天老会失去很多 清理 我们 我们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这样两个人都比较轻松 是轻松 但我不会开心 而且我知道 你说的这些话 不是真心话 你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在你心里 别入麻 走吧 回家去 谢谢 谢什么呀 谢谢你收留我啊 我可没说要收留你 你赶紧走吧 清灵 我现在是无家可归 无路可去 而且这天马上就要黑了 难道 你让我孤狐伶仃的一个人 在外面睡啊 很惨啊 可是 那 你让奶奶发现了 你就死定了 我保证 我会像老鼠一样 小心翼翼的 不会让奶奶发现的 你说的啊 保证 保证 等着 怎么样 慢点吃 太好吃了 比我们酒店的厨师长 炒得还好吃 那你请我去吧 嗯 再来 奶奶 吃得挺香的啊 奶奶 我 这什么意思啊 还想搬过来煮啊 奶奶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走 等一下等一下 什么情况啊 你要是情况特殊啊 我可以勉强留你一晚上 不过下不为例啊 奶奶奶奶奶奶谢谢你啊 我就知道你最疼了 谢谢奶奶 好了 真没出息 那个清零 你把那小客房收拾收拾 就勉强在这儿留它一晚上吧 不勉强 清零回你房间去 知道 好 吃完了 把碗锅刷干净啊 放心吧奶奶 一定的 清零 这么说奶奶同意我们了 好 好 好 我到底该怎么办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兄妹呀 为什么事情 会变得这么复杂 好 你什么时候醒的 我没看见我闭着眼睛 在等待着 我的白雪公主 把我闻醒了 清零 她还没醒吗 啊 醒了 哦 吃饱了没啊 嗯 我去上班了啊 你在家要乖啊 嗯 路上慢点啊 你笑什么呀 你觉不觉得 我们相对先婚的小夫妻 新娘送她心爱的老公去上班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又没说到嫁给你 清零 你明明知道我是认真的 就不要再玩弄完了好吗 我没有 我只是 那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喜欢我 哪怕是一点点 我 啊 有你在人生才 完美 我这知道 那你现在向我保证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 你都不会放弃 跟我在一起的决心 这我可不敢保证 那 那我向你保证 对你 我会全力以赴 你看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 那女朋友了 我已经进办公室了 老师爸 知道了 心情不错嘛 我一下跟你联系 是 副董 您怎么来了 昨晚在哪儿住的 别把我想得太窦 是你对我敌意太深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 这事我先不管 我们还是聊聊你的病吧 去美国看病 帕斯是美国一家先进的 治疗机构 再说你回来后 晕倒了好几次 所以你的病也不能再拖了 先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吧 没有好的身体 你怎么跟我吵架 所以你希望我去 最近 董事们都在担心你的身体 不能上任工作 你还是看病吧 你怎么才来啊 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你还说呢 我们都不能好好告别了 什么事啊 这么急着走 没办法 因为我心脏病的事 治疗计划已经做好了 我爸求了我好久 我才带来他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短则半个月 长的话要一个月了 而且治疗期间 没法和你联系 你放心吧 我等你健健康康回来 原来你这么爱我 我 别否认你 经理 我要你记住下面这一刻 是 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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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嫁给我吗 快起来 大家都在看呢 你不是嫌我 昨天的求婚没有诚意吧 现在诚意失足了 勇敢练乱 不想自己不再扶起 清凌 答应他吧 我爱你 请你嫁给我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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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是任意的去 我也要飞翔 相信自己绝不去疯 我绝不放弃 我绝不去疯 我绝不放弃 吃死 一口就好 你干嘛 不准再喝了孕妇 真扫兴 这么高兴的事 不得好好喝酒庆祝一下 这只是个开始 不可以得意忘形 只要杜家村的案子我们做好 就能得到爸的认可 不止爸那里 在整个集团内部 你段雪晴 都是个大功臣 我美丽能干的老婆 我先预祝你 成为正太集团 下一个长命 正太集团 我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幻想一下 可毕竟天朗才是儿子 如果是一个不成才的儿子 爸爸会把集团交给他吗 反正没那么容易 当然没那么容易 后面的路还很长 不过你放心 我丁海发誓 一定会一辈子辅佐段雪晴 为了我们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必须努力 身在段家 他已经一时无忧了 如果天狼有孩子呢 你总不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样 得不到爸还有大家的认可吧 绝对不行 雪晴 一旦你成为正太的掌门人 我们的孩子才有可能成为正太的继承人 对 为了孩子 我必须得到正太 好 祖岭合同 没有换地方 欠条 华清零 原来你欠天狼这么多欠 清零 这次我可以让你跌落谷底了 奶奶 吃鸡蛋 你手上的戒指是怎么回事啊 奶奶 奶奶 我已经答应段天狼的求婚了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 奶奶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真心相爱 你跟丁海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我跟你讲 清零 不听老人言是吃亏在眼前 你知道吗 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就接受人家的戒指了你 奶奶 丁海和天狼他俩是不一样的人 是不一样 一个是苦出身 一个是不知道苦怎么写 我跟你讲 他们俩都不适合你 可是奶奶 我已经答应天狼 我不会再犹豫了 奶奶 就算你现在不接受我们 那我们俩一定会努力 直到你接受我们的那一天 清零姑娘 有人要拆我们的花谱 您快过去看看吧 什么 你们干什么呀 他们通知我可以推平花谱 我们才过来的 为什么要推平 我们 我们没说要毁了花谱呀 我们住在这儿啊 不对啊 我们的手续都是齐全的 不止你们这里 连那里 郑太都买了土地使用权 郑太他们买这儿的地 干什么呀 建度假村啊 度假村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呢 奶奶 你们别动 你们在这儿等着 别动啊 你们别动 奶奶 你在找什么呀 奶奶你找什么我帮你找 走 这是什么 对是这个我帮你 我帮你 我来 对对对就是这个 这个啊 是这个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 对对对就是这个 这个啊 合约到期通知单 不许约当放弃处理 五月十号之前 现在都过了一个月了 奶奶怎么办呀 天哪 奶奶 快去 快快快 去找郑太 找郑太干嘛呀 不不不 去 快去叫天郎 去找天郎 天郎不在国内 快去 那就行 那就去 去叫丁海快去 奶奶你没事吧 别管我了 你快去 好 我的天哪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我的画铺不保了 阿罗普 张玥 你不会在这个 戒骨样上找我吧 花铺就要不保 清灵的今后 我还没来得及安排 丁海 丁海 你怎么来了 雪青马上要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郑太要购买花铺的事情 我听说了 是郑太综合度假村计划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我 之前不是你们直接谈的吗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呀 可不可以跟你岳父说说 让他们别拆我们的花铺 这个计划投资几个亿 停工一天都会费钱 他们不可能答应他 可是我没有同意这样做 度假村计划的手续合同 全部合法齐全 没有非法的部分 听说是你们放弃续约的机会 这才轮到郑太太 阿海 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可以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我想花铺是保不住了 不行 花铺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不能没有花铺 还有奶奶 花铺是奶奶一辈子的心血 你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花铺 而是你和奶奶今后的生活 丁海 阿海 这次我没有冤枉你吧 为什么又来骚扰我老公 阿海 能不能告诉我负责人是谁 带我去见他好不好 就是他 对 对 对 我要跟你谈一谈 好啊 你先去忙吧 是时候 跟我们两个女人谈一谈 跟我走 说吧 这次又是为什么找我老公 别误会 我是来跟你谈花铺的事 你就是度假村计划的负责人 有什么赐教 你们并没有跟我谈收购的事 土地是当地政府所有 不是你个人的 谈不上收购吧 可是我也没同意解除租赁合同啊 你有租赁合同吗 我当然 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在你们放弃续约 我们与政府签订协议之前 你的租赁合同 已经在律师的见证下作废了 我们正太已经和政府签订了 扶持信义去经济发展的计划 金灵 拜托你 不要妨碍社会的发展 我不同意 我不会就这样让你们 把我们赶出花铺的 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 正太堂堂正正 没有欺负任何人 我会找律师 我会找律师 通过法律手段告你们的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拿去 就八万块钱 你想用八万块钱 换走我跟奶奶 这么多年的心血 当然不止八万块钱 不过这里 我扣除了你欠天佬的钱 当然了 还包括利息 对了 这个是欠条 你也拿去 你跟天朗 两亲了 段天朗才是我的债主 你凭什么这么做 我是他姐姐 我担心你还不上钱 我担心我弟弟吃亏 替他先把钱收了 不行 这些蛮活紧的 又就费了 什么百分之四 没有 你也是谁 你担心你 我担心你 你担心你 就我担心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长月 妈怕是不行了 花铺也没了 我只能把欣欣 托付给苏南了 毕竟欣欣是她的亲骨肉 我相信 她会帮助欣欣 不会看着欣欣一无所有 奶奶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来找苏南 你带这个来干什么 去 定海 把苏南给我叫出来 你疯了 你要把胎儿鉴定报告给苏南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你害死我对你和清零有什么好处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撮合清零和天朗 你老糊涂了 给我 定海 给我 奶奶 我告诉你 你干什么 你下次再耍这种招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下次再耍这种招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 你干什么 你下次再耍这种招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 就说你会招数 我 你不客气了 你看看我 你以为你招数 你身为你轻的招数 你身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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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知道我去找丁海了 那奶奶去断嫁干什么 她明知道断天朗不在家 断嫁她也不认识其他人呢 秦林别着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慢点 奶奶 奶奶 奶奶怎么样了 奶奶 她是因为血栓引起了中风 可能是因为平时心事重压力大 所以造成的 再加上病人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 又没有按时服药 年龄也大了 所以一旦病发 就非常严重 那现在怎么样了 人病是救过来了 不过 就看什么时候醒过来了 麒麟 走吧 奶奶 你心心好不好 我以后不惹你生气了 您别丢下我 如果没了你 我自己怎么活呀 我自己怎么活呀 七玲 奶奶好点了没有 你怎么这样了呢 你还好吗 不好 都怪我 都怪我 家里发生那么多事 怎么可能好呢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在美国吗 我刚回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我去花圃找你了 我给你戴了一些换洗的衣服 秦灵 你也别太难过了 还有我吗 我现在是无家可贵 谁也帮不了我 秦灵 我已经找人 帮你把花圃的东西 搬到小公寓去了 我还没跟你说呢 我帮你啊 做了一套小公寓 以后你和奶奶 就住到那儿 我还找人 简单地布置了一下 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 这是要是个地址 深深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 说什么感谢啊 咱们可是好姐妹 再说了 你如果真的要说感谢的话 那我也要谢谢你啊 你多答应我 再也不跟天狼见面了 这对我来说 是最大的恩惠了 我做的这些 都太微不足道了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深深 有件事 我还是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我 我已经 答应天狼的求婚了 秦灵 你怎么能这样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个骗子 你啊 这is 是 我 你 你 是